昨天是国际非洲日来看到台湾有一个关怀非洲平同的非官方组织 叫做非洲之心 他们要协助更多的台湾青年学子每一年趁着暑假的时候 深入非洲担任职工开拓国际视野 有洋的乐声弥漫在假日的田尾花园公路 演奏乐器的学生为了争取到非洲史瓦基兰担任职工的机会 趁着放假自食其力在街头表演募款 今年要去那么临行到非洲史瓦基兰志工的同学 那么他们要到全国各地来募茅坛的这个制作会 已经连续好几年台湾的青年学子趁着暑假 带着募集而来的各项物资深入非洲关怀弱势 拍下的这些影片让人感触良多 学生带着泡面二手衣服或者鞋子到史瓦基兰的时候 无法想象世界有这样一个角落 是这么需要被帮助 非常震撼因为自己生长在这个环境中 才想到这个环境是非常的好的 当你看到世界这么大 有那么多生活在贫穷的人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就是不应该只局限于自己生活在台湾这种小框框里面 为了协助更多台湾青年从世界的贫困角落 认识全球化的核心价值 台湾进美国加拿大之后成立全球第三个 以救济非洲平同为宗旨的非官方组织 史瓦基兰大使还亲自到会场感谢台湾人的爱心 而台湾人的慈善美德也将借着非洲之信 让世界都看见 美式新闻来陪林莱正坤张化报道